念佛感应路,七,四念佛缅难,八,一道佛光化显未夷。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。 2018年1月某个星期四的近午时分, 我怀着愉悦的心情,准备去台北车站迎接从花东来台北玩的母亲。 一如往常,我习惯出门带助念佛技术器, 一边走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。 走出巷口,就是六线道宽敞的大马路,猛侠大道,荡人型号致变绿灯, 我安部走在人行道斑马线上,继续念祝佛号, 眼线只差击步路就到达对面楼了,瞬息之间, 我感觉到有部车子从我的后腰椎击来,我被撞飞了起来。 这时,我看现一道弧形的光芒闪过, 但,我还来不及反应发生了什么事。 肇事车主,一位中年妇女快步从后方靠近我, 注急地问,有莫有怎么样,要不要送医, 我当时太惊吓,只想要找警察来当第三公正人。 警察很快就来到现场了解实况, 然后我就快速地被救护车送进附近的医院做全身检查。 但不可思议的是, 我全身上下除了从空中重摔下来的轻微红肿, 以及因冲击而脚麻无力之外, 莫有流血,也莫有伤口, 而且骨头完全莫有受伤。 事后将这件事和我的家人说, 妈妈一听,觉得应该是因为我有在念佛, 所以阿弥陀佛保护住我。 也有人说,那道光,应该就是佛光, 因为有佛光拖住我, 所以,幸运的我才能轻轻落下, 因此莫受什么大伤。 很感恩我的公公教我平时要念佛, 才能化险为夷。 高若伊2019年6月11日 这件事至是缢 ra的超型的杂해서没在香港 also能说过反正中细备。 从这样卡丽,